惊悚之夜 中年夫妇离奇失踪 案情扑朔迷离 神秘男子究竟是谁 一桩令人发指的罪恶行径 害人听闻的惨案背后 埋藏着怎样的隐秘 嗜血昏变 忏悔录正在播出 2015年4月13日下午3点30分左右 一个神情慌张的男子跌跌撞撞地 跑到了山东扇县东关派出所 王家栋 男 十年四十六岁 妻子崔永华 十年四十五岁 据了解 夫妻俩都是山县本地人 以种植山药为生 夫妻感情很好 二人于2015年4月11日夜里离奇失踪 至今生死问补 4月11日晚上之后 王家栋和崔永华就失踪了 王家栋的这辆车也没有了 给他拼了什么规律也不想服 他现在他从来没有 他两个夜里不回来 王家栋夫妇究竟去了哪里 失踪当晚又发生了什么呢 山县警方立即对王家栋家 进行现场勘查 很快警方发现了诸多疑点 王家栋家二楼卧室 有像是被查过的痕迹 有一些地方能发现这个 这个额感黑色的这个板链 就对了进屋来进行大范围的手术 创肯炎的血迹是有了要多 先开以后发现了 然后礼拜是大量的血迹 监验呢 是人血 创内下的血迹血迹 足以置人生命了 肯定是疫情命案 具体这个命案是什么情况 大致无法判断 他有两个可能 有可能是他能自己之间 出现这种矛盾 第二个就是外人 过来以后 把他扶起来躲上了 难道王家栋夫妇 真的遭遇不测了吗 为了进一步掌握到失踪当晚 夫妇俩的活动轨迹 警方开始对他们的社会关系 以及周围邻居 展开走访调查 然后前面邻居 反映这个业内 停电他家里 有寒久的声音 父亲寒久的声音 这是案发当晚 王家栋家二楼监控探头 记录下来的一段监控视频 经反复比对确认 当晚八点左右 监控里的确传出过 尖利刺耳的喊叫 和断断续续的打斗声 而结合此前发现的大片血迹 警方判断 这个奇怪的声音 很可能是命案现场发出的 而此时有证据显示 王家栋并不在家 王家栋作为党派局 让路上还有监控 那个监控能证实 他过去一会儿没带回来 就是说他扶起指检 发木争之后 回想撒这个可能性 不是给打 干脚的时候了 这个监控了 监控的发现出来 有一个人也从不得出来 然后站到这个药台上 可能他看 他传了个运动服 也不是王家栋传的 八点头的时候 这个监控就断电就没有了 应该是认为了 把这个电线给拔了 监控还显示 11日当晚8点13分左右 也就是在王家栋离家不久 一名身穿运动裤的可疑男子 出现在王家二楼平台 显然可疑男子是有备而来 由于监控器始终没有照到室内 加之夜色漆黑 监控中根本看不清 可疑男子的过多特征 那么此人究竟是谁 他和王家栋夫妇的失踪 又有什么关系呢 王家栋还有一个女儿 叫王莹 现在在上海打工 有一个对象 叫季心标 季心标正跟王莹闹离婚了 贾里边感觉不对劲了 毕竟阿里亚现在在这个矛盾头 都闹离婚了 他就当时收嫌就怀疑他了 就怀疑他是不是被他帮走了 由此 这个叫季心标的年轻男子 进入警方的视线 季心标 男小学文化 十年二十八岁 战线菜堂证人 经过大量筛查和技术分析 警方很快掌握了他的行踪 4月12号 季心标开了一辆黑色的轿车 当着号拍 回家一趟 和他父母 还有他的姐姐 儿子 吃了一点团圆 给那个王家弄的车 很香 种种迹象 让季心标的涉案疑点 急速上升 随即 警方将季心标 确定为本案重点嫌疑人 山县位于山东省西南部 地处四省八县交界处 拥有常住人口一百三十多万 警方的搜查工作 就像大海捞针一般艰难进行着 而此时 王家弄夫妇 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煎熬了那几天 睡也不能睡 吃也不能吃 那种感觉 因为不知道省事 不知道具体现状 难受的 都每天无法形容 终于 2015年4月15日下午三点左右 即报案的第二天 接到群众举报后 经过严密布控 在山县一处公园附近 警方将现一人季心标 当场抓获 从他身上 搜出了一把剪 那个折叠的剪刀 还有三方 写好了一束 一包腰片 警多方比对确认 案发当晚 监控录像上 那个行迹可疑的男子 正是季心标 落网之后 季心标几乎未做任何抗拒 很快向警方供述了 2015年4月11日夜里 杀害王家栋夫妇的犯罪事实 然而 对于其杀人抛尸的藏匿地点 季心标用沉默 极力抗拒着侦察员的询问 从那个艺术的人看出来 他会把王英的父母杀掉 然后唱起来 叫王英后悔 就他永远见不到他父母的尸体 他这个做完这件事之后 在自杀 自杀之后 这就永远是个秘乱 叫王英一辈子都活在痛苦和后悔 自责当中 也达到他自己的这个报复心理 不合时议 不知道他那个脑子怎么想的 咱就都工作那么多年 见了案子很多 杀人案子都经得太多了 但是像他这种 嫉妒案的思维 是真正面前过 用他来杀人 追我说骂他来的事 是你父母有了骂兵 是你孩子永远过来 有些骂兵问题 人家人也永远得不到 也得到安心 是不是自责痛 是不是家不痛 而且你们都是 人家里得了吗 为什么我们跟你谈 为什么我们跟你说 就是我发起你量子 能说求得去他 一百两天 来对你的父母 对你的孩子 有个整体的空间和环境 审讯僵持了 整整四个小时之后 季星彪的心理防线 终于坍塌了 根据季星彪的动作 在善建蔡堂镇 岳庄村附近的一处田地里 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打捞 从两口深水基金里面 民警把王家洞夫妇的尸体 打捞了上来 手短颤的没人随着好几刀 她越萌萌的脖子气管都让她给抗掉了 特意说是祷祷之命 快点快 ... 然后撒死他岳父有梦之后 用那个被子把尸体裹上 铁条掺上 在这场石头偷到井里面 他的目的就是 让他永远漂不上来 让人家永远也不知道 这个尸体在哪儿来 造成那时候的印象 极大 迷分极大 季星彪对自己的岳父母 到底有着怎样的仇恨 以至于手段如此残忍 不寒而栗的报复背后 究竟埋藏着怎样的 情感纠葛呢 当婚姻充满猜忌与恐惧 他终将失去昔日爱情 我没想到他会让骗我 天职与狭隘过后 他为何一意孤行 饥生罪孽 把我往这条路上逼了 我要你就是 付出点什么 杀父侍母 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 报复计划 又将受到法律 怎样的严惩 嗜血昏变 忏悔路 正在播出 2015年4月16日 季星彪被警方押解着 进行现场指认和物证搜寻 沿着季星彪作案路线 一路查找 本案的关键证据 终于被全部起货 经过两周夜的奋战 上线警方成功破获了 这起恶性连环凶杀案 一夜之间身负两命 就连季星彪的父母 就连季星彪的父母都难以置信 然而 规案之初 季星彪依然心结不解 难掩怨毒 仿佛这一切的罪孽 都源于岳父母的隐瞒 怎么能这样 我明明知道 不过多人 不得杀我吗 既然 就说 把我往这条路上逼了 我也要你就是 付出点什么吧 那么 被机行彪恨之入骨的 究竟是什么 案发当天 罪恶又是如何上演的呢 2015年4月11日 也就是案发当天夜里 8点左右 季星彪踩踏着这堵矮墙 悄无生机地 潜入二楼岳父母的卧室 岳母十分钟之后 季星彪的岳母聪明华 从一楼走进卧室 一阵激烈地撕打过后 季星彪像着了蜂魔一般 掏出随身携带的尖刀 刺穿了岳母的咽喉 邪恶的驱使下 季星彪已有几分癫狂和亢奋 他静止走到二楼平台处 把监控探头拔掉 直到四日凌晨一点多 在外打牌回来的王家栋 毫无防备地走进卧室 此时季星彪又悄悄地 出现在他身后 随即他掏出了一把长刀 我问你去哪儿了 他说不知道 我说不管他在哪儿 我说我去找他 然后他说我真不知道 所以我说我就弄给你 回家 季星彪坚信 岳父母定是知道妻子在哪儿 据季星彪回忆 2015年3月的一天早上7点左右 在战县汽车站附近 他曾亲眼看到 岳父母一起把妻子王颖 送上一辆通往上海的客车 他当即拨通了岳父的电话 然后他爸骂我 说别打电话了 我说是王颖去哪儿了 他说我不知道 我现在看你们把他给送走 我说去哪儿了 我说你们告诉我也行 就是说不知道 对于妻子的去向 岳父岳母为什么要隐瞒自己 看着快速驶远的客车 季星彪忐忑不安 难道岳父母真的要拆散开 自己和妻子吗 因为就在几天前 季星彪竟然收到了离婚传票 感觉这不是真的 然后我就说 我想问你是不是打错了 我说不可能吧 他说没错就是你 我拿着妻子出去的吧 我说怎么回事 还怎么起诉离婚 他爸说是 我说是谁的主意 他爸这是他的 老想不通 又非常非常没离婚 岳父岳母竟然暗中 帮助妻子王颖和自己离婚 这让季星彪愤懑不已 当发现妻子又被偷偷送走之后 这个男人更是苦不堪言 事实上 这一切不都是他自己 一时冲动的恶果吗 两个月前的一天下午 季星彪手持尖刀 怒气冲冲地 闯到妻子王颖工作的服装店 不由分说 狠狠地刺向王颖 顿时鲜血如柱 他就是往我肚子上 痛得一抖了 然后我一躲 别能反应我一躲 然后我同时一喇她 然后就闹我手上了 随后赶到的王家栋夫妇 看到满身嗜血的女儿 早已吓得魂飞魄散 此后 心有余悸的夫妇俩 把女儿王颖 顺步不离地监护起来 我上了手以后 爸爸不感觉 我自己一个人在楼下睡 都上我给了大门睡 我二十多岁了 我给了爸爸在一张床上睡 爸爸到时就是怕我 怕我自己在楼下睡 他会照我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手疼疼了 我睡不着 老是翻来覆去 爸爸妈妈也睡不着 还心疼我 他现在杂魄的时候 这心里都害怕我 你知道吗 找来好好的 陪着你老岳母老岳父 废主人家陪着陪着 跟着佛好好 可不能再出任何惨处了 我不是故意的 然后就说 我也不可能再做第二次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层子 我感觉我特别特别 他正在手上之后吧 当天晚上我感觉 我就从我家回来 然后我特别特别心疼 纪行彪清楚 妻子的受伤 必将让自己 遭受很多谴责和谩骂 但是提起那次举刀相向 纪行彪似乎另有难言之隐 我没想到他会让骗我 因为他以前答应过我 说什么事 咱们都谁也不能骗谁 纪行彪夺义 怀疑望盈在外面 有不知道咱们男女关系 或许是早就起了疑心 大约在半年前 纪行彪曾偷偷地查看了 网影的电话单 果然他发现了妻子的秘密 他跟他打电话比较多 晚上只有十一二点 看到妻子跟一个陌生号码 联系如此频繁 纪行彪度火中烧 因为这已经不是妻子第一次 被这自己和别人聊天 好好的给我解释解释 为什么答应我 最后来为什么又跟他联系 到底是谁先给谁联系的 为什么瞒了我 朋友坑得都有朋友 谁能每几个朋友 在所在外边上班 有同事 大冬天我就只穿条内衣 他不过穿衣服 他把我弄到外边去 把我拉到外边 把门衣缩 或许 季星彪的粗暴态度 让王颖隐隐隐不安 第二天下班之后 王颖直接回到了娘家 新生不悦的季星彪 当即给妻子拨通电话理论 没成想 却遭到岳父母的一顿斥责 我说你回来吧 他说行 然后他妈电话接过去 就这样就不让他回来 我怕我打他吧 我说我只想让我解释清楚 他爸他爸就说 就不跟你解释怎么了 季星彪无端地猜忌 在王颖的父母看来 简直是无中生有 而这让急于解开心结的季星彪 变得更加气急败坏 第二天一早 季星彪闯到王颖单位 声拉硬拽地逼他回家 然后我说你回家来 我说咱们聊好好谈谈吧 我说最后别人 你爸你妈掺和了 我说咱们要是咱们聊 自己解决 他还是不同意不回家 他一上午就给他爸打电话 真就是要吓唬他一下 当时也就是脑子 特别特别乱 当时爸妈就是害怕了 也是 就是怕我以后 万一他再 就算他再打烟给他过 害怕以后还会再伤害我 他心里面 他既然一点都不心疼我 说明他就不爱我了 已经 我当时也就下定见性了 肯定要跟他离婚了 突然的婚变 让季星彪懊悔不已 又无可奈何 那段日子 他一次次的登门 试图挽回这段婚姻 似乎已于事无补 季星彪不明白 自己好端端的婚姻 怎么就闹到这不田地 那是2011年2月 不过家人的反对 年仅19岁的王颖 嫁给了大大5岁的季星彪 然而对于这桩婚姻 王颖的父母并不情愿 他家庭条件不大好 因为他在这边 所以离县城很近也不少 一般要一会儿嫁来的都比较好点 好像我自己嫁给他 就感觉到不是太门 那不对呢 结婚的时候他也说过 肯定会让我幸福 肯定会让我过他后子 爸爸就是觉得 他竟然由这个鼓起 由这个勇气说出来这种话 肯定以后 他只要肯吃苦 也能混出一片田地 所以爸妈就是说 才通议我嫁给他来 王颖的儿子出生后 小两口的日子 更是捉襟见肘 为了便于照顾 王家动夫妇便把女儿一家 接到了自己身边 然而生活的不便 让一只敏感自卑的季星彪 很快茫生了一个 不变名言的念头 刚一开始他们就说 有点就是看不起 瞧不起 就一句话就是 感觉有压力 有压力 压抑 在那住着 多挣点钱 然后首先 把房东问题解决吧 然后就是房东问题解决之后 然后我们好从他们家办出来 此后的日子 季星彪不顾妻子王颖的 极力反对 坚决要贷款做生意 然而 因为急于求成和经验的缺乏 生意也不尽如人意 我感觉那些心情特别特别不好 然后就说也没心情 出去再去找工作 就说想要 玩那时间 就说静静 然后玩那时间再去找 她是一个女婿 她不上门 还不说不做 在家啥也不干 也不堆几杯 那骚地啊 或坨地啊 这都不干 也不做饭 天天就在床上躺着 要么就是玩点闹 把这边做好饭了 还吃饭 然后她出来吃饭 吃过饭以后 她又进屋了 连碗都不爽 腰肠的都腰都在这边来 都腰都在巴巴马这个来 而且她又不争钱 现在又欠了一匹股掌 贴了又人来腰肠 你想想你坦上这样 你真能给她过下去了 所以就是说闹离婚 二哥是不叫她离婚 他意思是说 你选的离啥 有小孩 高额的债务 压得人喘不过气 又气又怕的王颖 为了不再给父母增加负担 2014年9月 与丈夫季行彪 从这个共同生活了 四年的家搬了出去 而两人的感情 也变得更加疏远 以前我们经常 还是还在一块 有时候有需要 然后还什么的 从那之后就很少了 然后就是冷战 以前为什么那么好 现在怎么变成这样呢 她老是不好好的 我也有好几个好朋友 他们都就是也对我 也对我感觉可惜 就觉得不智 就是找她这样一个对象 然后我十年一创 我都觉得 就是找她这样 我也是感觉 原来我后悔 然后可能是 因为跟人家走离比较近 然后她就觉得 我慢慢给她过不下去了 她这一件事 她心里就是多疑吧 谁也说不清 到底是生意的失败 让这个男人彻底失去自信 还是个性使然 妻子有意无意地疏远 让季心标也开始变得焦躁不安 疑神疑鬼 终于在她持刀砍上妻子之后 心灰意冷的王颖 在父母陪同下起诉了离婚 最终法院以双方感情 没有完全破裂为由 没有支持她的离婚请求 大概早就料到季心标 不会轻易放弃 庭审结束的第二天 王家栋夫妇便把女儿王颖 送到了上海姨妈家 这晚上爸妈肯定害怕 然后就说让我出去 我就说我出去就能咋办 他就说他主要的目标是你 他就是说给你闹灵魂 他肯定因为又不是闷啊 他肯定不会咋动啊 你又不在家 要不然我也不会那么着急 因为我每天晚上下班 回到家走后 就我自己了 感觉特别特别特别空 我每天我都不够去我朋友呢 我都不敢回家 我总想找个人陪我说这话 就在村里边上 他孙子都能大 他求你 这些人可不容易 乖乖乖 当老里都能体会这个心情 你知道吗 求这些人可真不容易 听到我说 你找到你 他说你妈妈找到你 我没钱了 乖乖乖 你真要找到你没钱 我给你借 借了你五千万年 借了我四五家 借了五千万年给他 苦苦而不得的抑郁心结 让季心标满腹怨气 无从发泄 在他眼里 如今 妻离子散的境地 都是岳父岳母 一手造成的 这个事本来是很好解决的一个事 他爸他妈一唱歌 最后倒成这样 我给妈打电话什么人 妈妈也在生气 就是说她来过来找来闹 或者什么人 我一些就是说 让她如果不好 她不好过 让她都不好过 直到2015年4月9日上午 王莹主动给季心标 打来最后一个电话之后 一个凶残的念头 开始让季心标走火入魔 他就说 你别找我老天 我就是说 他已经在外里 已经是在外里了 季心标最后一次 爱求王莹 给他重新过来的时候 王莹还是对他进行了 断然拒绝 他说如果不原谅以后 他自己 他说也没啥意思了 然后他把我给我留了一封信 您拨照的用户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2015年4月11日案发当晚 连杀两命之后 季心标把王家栋夫妇的尸体 藏匿到这张床下 并用拖把快速清理血迹 随即满身血污的季心标 驾驶王家栋的车 仓皇逃离现场 案发第二天一早 季心标在善县城区 一个洗车店 购买了迷彩布遮挡车牌 随后开着岳父的车 若无其事地回到 蔡唐镇的老家 那时候说一事 我就不害怕了 好像所有的东西都没了 所有的行李家里都没了 然后回家 回家都给家人在一块待一天 季心标 穿上事先写好的三封遗书 于案发四日深夜 再次潜入岳父家 开始了罪恶的抛尸活动 无尽泪水 难以洗刷深重罪孽 面对挚爱亲人 惶恐不安的灵魂 又该何去何从 嗜血昏变 忏悔路正在播出 这是王家栋夫妇 生前留下的最后一段 家庭影像 转眼天人远隔 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 妈妈 妈妈 那时候我在外地的时候 我就给妈妈发信息 我就说我特别对不起他们 我感觉我赏他们心 赏得太厉害了 当时阿玛就给我灰了 她就给我灰心 她说她永远爱我 她就说 她说她永远都不怪我 知道我 她说她永远 我永远都是她的好孩子 我到时候我就给她 混了一条 我说我永远爱你们 爸爸妈妈 就是这句话 我从来没有亲公 对她们说过 你让她说一声对不起我 没有资格对她说 她说我爱她 你挺对不起我 我越不要 真的 挺对不起他们 你为什么呢 毕竟 毕竟 毕竟在一块儿 那么多年 其实我 岳父岳母的 他确实挺不错 对我儿子也挺好 其实都 做得真是 太对不起他们了 本来就是 不和他们无关 毕竟回了两个家庭 我确实说应该是三个 本来他们都应该 都应该开开心心 是我 把这些 把这一切都结束了 此时此刻 金星彪 再也无法像之前那样 刻意遗忘自己的凶残 一幕幕血腥长颈 让他常常陷入 深重的恐惧与痛苦中 晚上有这么个闷到他们 闷到岳父岳母 挺害怕 有时候他们说 为什么 我对你们那么狠 为什么会这样对我 晚上每次想都 就是出了一身汗 案发之后 王颖和弟弟 被接的大伯家 住过一段日子 只是实在不忍心 看到父母苦心操办的家荒废掉 不久 姐弟俩又搬了回去 旁人难以真正体会 这对经历了重大家庭 变过的姐弟内心 是何等酸楚 尤其是王家栋的女儿王颖 无疑承受着 最大的心理压力和愧疚 每每想到惨死的父母 这个年轻的女孩生不如死 毕竟这个事是因为我出了 如果不是我的话 肯定不会出这样的事 有时候苦都过说 如果是要能换完 就是今天不要把他傻子 叫他爸妈活得都好 毕竟他一个人死 毕竟他爸妈都爽爽愉快 抢了 对他弟弟来说好 其实我现在我觉得 我自己无所谓 我想知道弟弟能好好来 能现在就是说 能把他肯定长大 其他我当然都无所谓 因为我觉得真是 我对不起啊弟弟 都是我造成 刚让一家人揪心的是 案发时 就在一楼的这间卧室 王家栋14岁的儿子 一直沉溺于游戏中 浑然不绝 一夜之间 双亲被残忍杀害 这个男孩变得更加孤僻自闭 他弟弟就是 变得就是性格内心 反正除了这个事 因为我感觉他更不爱说话了 特别是在家里边说 给我几乎就没话 我不会拿他 从来不会主动打理我 难道这就是济心标 想要的痛快吗 他如愿以偿了吗 这个以爱的名义 大型报复和残忍之事的济心标 又该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2016年1月29日 山东省何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济刑标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我这累你能后悔吗 你想要你的累 你想要你孩子咋知道 我累你爹你娘咋知道 我一说累你咋想不害 你咋不想孩子一说累 他不能活他就不活 你咋不能走这条路 你想要你不跟你娘那天赋 你放心吗 最后有你爹的娘吃的 最后有他活的 就能把你孩子给你喇叭打 你当年来 好苦的 你当年来听人家的活 你咋知道了 爸爸对不起你 你咋知道了 我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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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职的爱情观和极端的个性 让季行彪不仅葬送了自己 更葬送了三个家庭的幸福 2016年2月26日 善前公安局特别为他与家人 安排了一次亲情会见 对不起吧 没事 对不起后 你不用担心 那少爷得小孩一点 那就让了 没事 想想这事 把你那冲动的挺狠啊 就来放这事 不得小事当年 这事太大了 我都做都管我这事 起下了 把我放回去了 想想 这样的最冲动 你看冲动了 后果这就是后果了 家的最新就放下 不用你管了 小孩我爸给你照顾好 给你照顾好 你放心吧 有那哥哥 小孩不叫他手 我知道 他哭不着 我在这边小孩 他哭不着 出事以后 年迈的父母身体每况愈下 如今见到儿子 老两口极力压制内心的悲伤 一个劲的劝慰 我一小吃一包就吃饺了 丢他之后没吃够 别哭 别哭 别哭了 你会吧 哥 你那妈会吧 走吧 走吧 小鱼 等会儿来吧 小鱼 等会儿吧 你看看要选小鱼 你自己去看了吗 看要选小鱼 笑你也要看了吗 看了 再选小鱼 看一看就走 别别 别 别看了 小鱼 别看了 不见了 真知自己罪孽深重 一直以来 季星雕更得没有勇气 面对自己年幼的儿子 而就在这次难得的会面上 当他得知儿子小鱼 竟和自己近在咫尺的时候 季星雕的内心变得极为复杂 最终 强烈的思念与不舍 让他鼓足勇气 隔着铁窗 远远地看上孩子一眼 这难得的时刻 对于这对父子来说 显得弥足珍贵 而孩子的声声呼唤 更像一把尖刀 撕扯着季星雕的内心 这犹如生离死别的痛苦 不都源于季星雕的意识冲动 和快意恩仇吗 爸爸 给爸爸姐姐 爸爸 听爸爸的话 话话话话话 给爸爸爸爸话话话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庆的批判 忏悔的力量